大家好我是阿餐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是萌萌 我是賠錢貨 喔賠錢貨又來了呢 就是我們如何 我們被客人搭訕 那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要來講說 我們如何搭訕客人 所謂搭訕客人 就是說妳看到這個客人很有意思 對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說 都是他們要問說 要怎麼搭 怎麼搭訕空姐 要怎樣追 就是有空姐女友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說你要怎麼搭訕可以 要有手段 要有手段 應該是如何讓你被空姐搭訕 如何讓你被空姐搭訕 OK 這個應該大家都很想去 好 那你先 我們先來聽聽 因為這個人就是都走妝可憐路線的 沒有我那一次 好啦 你看他在妝可憐那邊有 我沒有那一次 那一次 所以其實在螢幕上不是我很兇好嗎 是因為就是 對他 你們懂就好 你們懂就好 我那一次有點是忘了非拿是短程 他那個客人我已經看了蠻久了 PIL我也翻過了 他只是一個銀卡 大家不知道什麼是PIL PIL就是 Passenger Information List Passenger Information List 就是上面有一些客人的資訊 例如你坐哪裡啊 名字啊 然後什麼卡 你有沒有點什麼特別餐 欸你以為 有心病這一行 沒有 血型啊星座啊 對什麼食物有過 欸真的對什麼食物有過 有過民友 但是他長的又是那種 你也知道我的菜就是他長的有點窄的樣子 我真的有個怪癖就是 我歷任來交過的男友就是 長完就是宅男樣 宅男樣但是都是劈退王 他一講話我才一醜氣 我會覺得好可怕 他很愛就是你不知道突然講一個爆點 你現在有跟他的錢你有結婚欸 有人說你以為跟醜的在一起 會被劈退 跟醜的跟帥的都會被劈退 那幹嘛不跟帥的呢 後來有人就這樣跟我講 可是他還是會跟宅的anyways 跳過好 反正他就是講的就是宅宅就是我的菜這樣 他應該是香港人 就戴眼鏡絲絲穩穩的這樣 然後也是穿襯衫 然後我就想說送餐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撰卡不是都會有一個小卡片 對對對 之前會放個小卡片 然後我想說那我也來就是 換個紙條好了 就是印象不會顯得很突兀 這女的 真的是很 我跟你講就是一副楚楚可憐 對對還是走一副就是小紙條 對然後沒想到裡面的塵埔很深 真的 然後就去一直在紙條我已經寫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換他 就問他說要吃什麼 我已經就是你知道圍裙那個口袋已經伸進去 想說一邊拿餐一邊放紙條的時候 然後 那先生想要用什麼 然後他說 oh no I don't need I just have a coke 然後所以他不用餐就沒辦法放那個 就放在可樂上面啊 我原本也是這樣想 但我覺得太突兀 因為你知道 畢竟可樂就是這樣一罐 你放在那上面 那個意圖太明顯 沒有你就是放一個napkin 就是那個餐巾 然後就上面寫滿電話 對啊 Oh my god 先寫自己的電話 家裡自己的電話 你有沒有什麼聯絡方式 你才很會吧 以前我們在飛機上 我們都覺得卡克也好好 我都不吃飯 就是很乖 上飛機就說我要睡覺 一直到 然後我就是這一輩子 有機會進到貴賓室走台 只要原來卡克在貴賓室吃飽了 跟手不一樣 牛肉麵來兩碗 再來兩盤水餃 再來兩盤燒賣 然後他就在做一個意思 這樣 然後他上飛機走台就說 好不要喔 睡覺就好了 所以他重點是他失敗了嗎 他不吃 對 你講那麼多 就重點是你失敗了嗎 但我準備要出手 我紙條都寫好 他只點了一杯可樂 所以我告訴你們 長這樣的女生 也是會有失敗的時候 好不好 所以你們不要太就是 看清你們自己 你們很棒 那我的呢 因為在機上有時候看到很多人 你覺得你看到是人 嗯 喔我跟你講 下次可以講一集 在機上就是 靈異世界 下次下次下次 太多東西了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一直上飛機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客人 在那些途中 突然有的客人就是 就長得特別 shiny shiny 你一直這樣 晶晶 對 還好今天那個客人 他就在我的Zone 你整個上班 笑的跟什麼一樣 你個低胸 你媽媽 又來了 要講他幾次 沒有 然後那個客人呢 他今天就上來之後呢 他就是有點這樣子 昏昏沉沉的 我想說 喝醉了 對他是不是喝醉了 因為我們公司有說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看到客人 有一種就是喝酒醉的症狀的話 你要去 observe 一下 然後我就過去關懷他 欸你好 請問今天你還好嗎 但是 就是我覺得 手就開始這樣子了 你就先摸人家是不是 我覺得ok 就是一個先生這樣 欸你好 其實你今天還好嗎 就是他就說 我有點宿醉 這樣子 就是活人先生嗎 嗯 是 他是一個澳洲人 然後我就說 I got a really best cure for you 因為這個客人 你很想跟他聊天的時候 你就會試圖的一起去關心他 對 對 那如果你知道通常有些客人就是 喔我有hand over 我說喔那好好休息喔 對 然後就走掉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做那個飲料的service的時候 經過他的時候 他自己還反問我 他說 What is your best cure 然後你沒有在這樣 啊 咪 眨眼 又是咪嘛 就是要炒蛋 稀飯還是要我 這招就很舊好不好 對然後我就說 hand over就是要喝sprite 他說 喔就這樣子嗎 然後我說對 我就給他一杯sprite 然後給他喝完之後呢 他自己又走過來跟我講 真的很有效 你從他來學了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講說 欸他想要買什麼東西 在飛機上要買什麼東西 用免稅點 我覺得我今天 對他很厲害 可是因為我想說 欸不是今天我要來搭訕你嗎 結果後來他回籍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他就說 喔可是這些東西的話我現在不要啊 那我之後可能要 那我之後可能要 你住香港嗎 那你要不要就是 你東西到時候買了就給我 這樣我們就約出來拿給我 oh my god 我會喔 對 我就說 這是所謂的home delivery service 真的欸 把自己領留出去 瑞芬那個斷袋已經綁好了 對可是這一道我跟你講 因為我就是個褲辣啊 不行欸 可是我們飛機上現在就有這個東西 你要不要就拿著 反正他也不大 然後他就說 喔那不用了 他就走掉了 他就覺得你沒有意思啦 他也蠻直接的欸 我覺得我覺得我是 下家是找兩個就是更猛的來 因為我覺得你們都很含蓄 因為畢竟我們認識這麼久 這個就是俗辣 其實這個也蠻俗辣的 好吧 那只好換我了 剛剛那個東西我必須講一下 因為有一次我也是做到Y3 就是賣 就是賣免稅品 賣免稅品 你知道那個人啊 那個男生 就是搭訕 我們現在就變搭訕了 我先講完這個很快 他就把那個舒服器這樣看看 看完之後他就叫我過去 他說欸你覺得這個女生好用嗎 然後我說喔還可以啊 我就看人家說 我覺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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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都很好 然後他們配在一起 怎麼樣就是解藥賺錢 賣免稅品 然後我就這麼辛苦 你知道免稅品 比如說他出餐我去賣免稅品 不是我要做完 我們應該做的東西 我在額外去做這些東西 而且那個推車很重 然後推出去之後 他就跟我說這個就是 我就跟他講講 然後於是他就說好 那你全部都給我 就是全部都要 我就說OK 我心裡說到我可以拿東西 然後頂立了給他的時候 他說那這些東西都在了嗎 我說對對 然後他一共是多少錢 他說好謝謝 然後我說那你要收據嗎 他說不用 收據你留著就好 我就說喔好就沒有想太多 之後他就把他那一袋拿給我說 這是要給你的 真的很會 我腦袋沒有這個情況 我覺得如果我是男生的話 我就會出這一招 我們立刻選一大堆就是很貴的電子產品 所以這一個女生也會用到 我剛剛沒有選iPhone 就是把你來訂一個remover的選擇 然後那些東西我最後我沒有拿 我是拿到後面我進哪一個 然後最後我拿到後面 然後分給大家這樣子 下次如果要娘娘的電話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然後我要聽到你我喜歡什麼 所以我們在家常講 我們現在講我搭訕別 我搭的別人當然也不遜色 然後就是有一次我也是飛澳洲 然後這個男生真的超級帥的 你都是澳洲啊 我跟你講澳洲人真的很機車 可是澳洲人真的很機車 人很機車 他就跟剛剛情況都一樣 然後各位我都會去問他說 欸你要多加點水嗎 你要多喝點什麼嗎 然後就是跟我笑笑的 我會有照片真的很可愛 他就感覺他好像就是有一點熱 我沒有辦法爸爸溫度調溫 因為大家要一致嘛 我就說那我再幫你倒點冰水 或者是給你點冰塊好嗎 他就說好 然後之後我看他還是就是 有一點就是坐立不安的感覺 我就走過去跟他說 你還是很熱嗎 Are you feeling really hot? 然後他就跟我說 Yeah a little bit 我說是機車很熱 還是我讓你很熱 然後就大笑 我跟你講這張我有用過 真的假的 那你還很遜色 哎呦 然後之後也是之後 他就跟我 就是他就來後面找我聊天 才知道原來他也是個機師 是年輕的機師 OK難怪他很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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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澳洲航空的機師 我就說那我們可以一起變好朋友 什麼之類的啊 對 然後我想說就慢慢來這樣子 結果我就回去看他的profile 就打開他的東西看他的profile 就說好帥喔 就是滑水啊衝浪啊 反正就是他有女朋友 他喜歡的類型屬於那種 譬如說 運動型 然後你知道台灣人 思想說 怎麼可能這樣 然後之後我就覺得說 所以就回家怒吃 就覺得說 我懂 就是你不是他的型 有女朋友的 因為他沒有跟我講 然後只要發現有女朋友 我就會直接死到這樣 還是其實是之前的 反正就stop了 就這樣子 但是他那時候 我記得就是我當時跟他講說 是這邊機艙太熱還是我 然後他的笑容 飛出去 裂開來到這裡 就覺得滿足了 就是笑開懷 就逗他就滿足了這樣子 對其實有時候逗一下客人 真的還蠻開心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飛長城的時候 真的很累 然後你可以跟客人一起聊天 然後聊得來話 真的很累 我跟你講那是外商 沒有 他擠客人都很嚴肅好不好 真的嗎 他擠航空客人都很嚴肅 動不動會客訴你 說你輕蔑 我告訴你 沒有他講完這一集之後 我相信有很多人 飛到他的話 都會去找你聊天 就你們要賠 就是那個賠錢貨嗎 對現在看到我就是 你知道可以搭上我一下 對對對對對 他很需要被人家搭訕 好啦 那今天我們每天就到這邊呢 這是我 們 有時候如何搭訕客人 空姐也是會搭訕客人的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打開你的小鈴鐺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大家掰掰 掰掰 我跟你講就是上次啊 我聽一個姐姐說 印度人搭訕他你一定聽過 他在中環有一個套房 就是跟他見面 再向你見面 然後出去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 有把套房送給他 蛤 那你是不是鬧鬼 沒有沒有鬧鬼 真的假的 可是他跟他發生的 他跟他發生的那個 那個事情 我在香港我也要住房 那個印度人還在嗎 不要不要不要 重點是那個 那個姐姐就是 弄完之後 就是進醫院 蛤 就開心完之後進醫院 但是他還是有拿到那個套房 喔就太激烈了 然後進醫院 對方可能是葛雷的 就是什麼陰影 喔了解 但是有換到一個套房還不錯啊 有啊 所以你願意嗎 哈哈哈哈 那你可能要剩出血 出血送醫院 不要一直讓我抽一下 弟兄 愛愛弟兄又來了